好,大家好,我们来聊聊肿瘤 聊聊肿瘤这样一个我们谈瘤色变的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大家对肿瘤的发生都很关注 而且我们对肿瘤的治疗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最终根本上对肿瘤产生遏制 或者说大部分的治疗方法最终都会败给肿瘤细胞 最终导致一个历经折磨以后的患者的死亡 所以说因为肿瘤治疗的整个痛苦的过程 包括最终的这个失败导致大家对什么呢 大家对肿瘤都有一个非常深度的恐惧 那么肿瘤细胞呢我们不去谈它的来源它的发生 我们只说它的特征 肿瘤细胞呢是什么呢 是人体异常的一种细胞特性 这种细胞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细胞 它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 是一个增殖性 它的增殖能力非常强大的 但是它不具备功能 就是说有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肿瘤细胞就像我们身体内部生成的一匹 苏马里海盗 它可能把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占领了 占领以后呢它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个城市 让这个城市正常运转 因为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所以最终当肿瘤细胞以自己强大的政治能力 去攻城掠地 把所有的正常细胞的这个营养也夺去了 把它的这个地方也占领了以后呢 人体就会因为失去什么 失去正常的维持功能的组织细胞最终死亡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了 肿瘤细胞我们说它是非常难以去对抗的 或者说它是相对强大的 那肿瘤细胞有很多有意思的 我们在这发现 我们发现肿瘤细胞呢 它真的是内生于一个人的个体 一个人的个体的一种细胞类型 所以呢它有什么样的能力 它可以伪装成正常细胞 逃避免疫细胞对它的杀伤和攻击 还可以侧凡免疫细胞 让免疫细胞变成它的同伙 而且呢具有很好的什么呢 很好的逃避和逃脱攻击的能力 这些研究综合起来我们说了 我们对肿瘤细胞呢 不能仅仅只是一味的想把它赶尽杀绝 那这一点呢我们说目前的治疗方法 可以说呢不能达到这样一个很理想的效果 或者说我们把肿瘤细胞从自己身体完全剥离 这种这个目标呢 目前看起来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难以实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氢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 是怎么样干预这个肿瘤的呢 我们这样子想 我们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觉得氢对于肿瘤细胞那并不是一个直接的杀伤 氢气最大的一个特质应该是通过调整和改善一个人的身体原有的对肿瘤细胞对抗的长程 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通过我们的调整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 最终呢让免疫细胞去跟肿瘤细胞进行一个对抗 进行一个对抗 这可能是氢气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的特性 包括我们它减轻放化疗的副作用了 维护辅助我们的一些主流治疗 减轻主流的放化疗这些治疗的一些损伤 这些呢氢气实际上的肿瘤这个领域呢 应该说未来应用前景呢也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好那这里就要讲到了 关于氢和肿瘤 氢是帮助身体来调整免疫功能 或者说增强和肿瘤之间的对抗能力 好那这样一个前提就决定了 什么样的机体能够在氢的作用下 实现重建了一个很好的部队 部队队伍拉起来了和肿瘤细胞对抗的很好 我们叫带流生存 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们说是不是也有可能 这个人的身体已经极度的出现一个 一个严重的免疫的溃败 这个时候即使给清以后呢 他的身体也没有办法什么呢 没有办法来实现一个有效的跟肿瘤的对抗 那这个时候呢 清气就有可能没有达到一个你期望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说了 对于肿瘤尤其是晚末期肿瘤 我们清呢只能说是一些人的救命稻草 为了实现能够救命稻草效果的最大化 我们说了我们期望每个人尤其是晚末期肿瘤 用清的时间呢尽可能的长 尽可能长时间的每天吸入清气 然后呢最终实现效果的最大化 这种最大化也最终没有保证说一定是每个肿瘤 每一个肿瘤病人他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只能说去尝试啊 不能承诺说哎呀你用清吧 用清你的肿瘤就不转移了 你的病就好了 没有这样的一些结论 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些理论支持啊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 在综合的肿瘤干预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我们再用清来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和保护 最终让这些手段协同帮助一个肿瘤病人 实现比较好的生存寿命 比较好的生活质量啊 这是一个清在肿瘤领域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呢其实最好的 或是说我们最理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通过早早的使用清气产品 让身体呢减少肿瘤细胞发生的几率 减少肿瘤细胞这个肿瘤癌 各种癌症发生的几率 从根本上来改善什么呢 改善身体的体质达到这个目标 这才是我们清气应用呢 最大的一个期望啊 也是最大的一个目标 并不是只是针对一些 就最严重的患者来实现 他一个救命的这样一个功能 而更大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天地呢 是在更前期来有效地 遏制肿瘤发生的可能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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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